有民众控诉说住进了检疫所 那么发现自己的饭菜不但被检疫人员乱翻 连饼干也被捏碎了 让他不满的说简直就是被当成犯人看待 对此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胜 就在脸书上PO出了过去的稽查画面 他说曾经有检疫所入住民众 请朋友把整盒香烟偷偷的藏在便当盒里头 想要偷渡进去 指挥官陈忠也回应了 酒跟香烟本来就不能够带进检疫所 民众入住的时候都有告知 针对检疫所的管理权限也都有授权 翻叫检查送来的便当 没想到却在里面找到一盒香烟 不过违禁品藏匿处还有这里 就连密封包装的饼干都有问题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胜 在脸书上秀出多张照片影片 澄清真的没有把集中检疫所的民众当成犯人 全是因为网路上的这篇PO文 女网友指控被隔离已经很无奈 没想到入住集中检疫所送进来的食物都要检查 拿到手时已经被蹂躏一番 直言这待遇根本就像是呆在监狱 就怕引起争议王必胜发文回应 因为曾经有南部某检疫所的民众 找朋友在送来的便当里偷渡整合香烟 强调检疫所不是度假饭店 本来就需要管理规范 在这个管理上面 对于管理者 他一定有所授权 在进去的时候 那相关的应遵守规范 都有交给相关进去入住的人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香烟酒和打火机等 本来就不能带进检疫所 如果携带进来会帮民众带为保管 而抓到偷渡毒品等违禁品 也会依法转交给警方 只能请民众检疫期间多加担待 配合规定以维护检疫所的居住安全 记得台北众后报道 我能带进去的 顺币 官方路 再正确立即检疫 这红网